現在到底是基於 何項的行政指令 要求警員到場 破壞門鎖 這個部分是屬於主婦所有的資產 大陸公司代表人沒有到 我們拒絕你們在進行破壞門鎖的現場 有 因為我們所提起的罪名目前就是 迴順 然後侵入他很見惡 然後強制罪 強盜罪 設備跟資人物品 營運的重要的物品都在裡面 然後他們現在直接就是 切開門鎖換鎖了 市政府現在很明顯知道 這個產權它裡面的東西是屬於 主婦公司的情況底下 來進行的去侵入 侠這個強大的武力 極力的優勢去侵入 然後去把它的財產去維持有 所以說這個在形式上在外觀上 有可能已經構成強盜罪的這個外觀 原本說好的點交 怎麼會有人在半夜的時候做點交 然後點交怎麼會沒有找到 那個該來的人來 然後就直接就衝進去 這個都有很大的疑慮 基隆市政府帶隊數十名的警員衝入現場的時候 現場還有十幾名的黑衣人士 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身份是什麼 而告知警察請他們表示身份 也沒有人要協助我們 甚至連到場的警員 警員編號警員身份 警員職稱沒有人要告訴我們 而執行法令的依據 依據警察職務執行法到底是什麼樣的法規 因為讓他們可以做這樣的行為 也沒有人要告知 而處長跟科長身為公務員 他們口口聲聲說的依法行政 在當天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我